豪宅税杀骗投资客 北市豪宅交易量缩 台北市打房政策让投资客退散 豪宅现代令与房屋税改革 也让豪宅交易大幅缩减 豪宅在世界各国认定不同 政府打房对出豪宅税 台北市是以8000万总价来认定豪宅 服役其他的一些条件 在过去几年重16岁的环境下 出现爸妈买得起 小孩却找不起房屋税的状况 豪宅吸引力因此爬截 豪宅因税机不同 就像百平金华区 每年房屋税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 刚推出时加加税机为一家路断率 让不少豪宅屋主大喊实不消 普通话南路路断率为300% 豪宅税将是原来四倍 因此会有部分豪宅年缴百万的情形 也造成北市新屋豪宅出现滞销 其中大安新一计划区中山大寺 士林天母等传统豪宅区块 交易量萎缩特别明显 因市场反弹声浪大 北市规定2001年7月1日后的豪宅 修正取消中央空调 拥有持等加价项目 房屋标准单价也分六年还涨 而豪宅税税机也改采固定比率加价 一加120% 豪宅税才出现条件 北市豪宅买气才略为回温 2010年下半年下 豪宅税加价豪宅税 至少是有达到一定的效果 可是效果还不能显著 实际上最主要是应该要 各方的配套措施都要出现 豪宅市场影响的户数税不多 单队打的房子 宣誓仪也不够 也确实压抑了 豪宅在市场 只有一个房子或只有房子 跟那个游有很多房子 那当然现在就不公平 反而就多负担一点 稍微成本吧 那这样当时 公平的一个效果